字幕志愿者 京臺 部署! 反正去疼人 反正去疼人 反对之丁央夸 反对之丁央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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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是坚决缓队 抽出我们地下水的水盐 来蓄水到连工湖里面 政府为了开发 为了工业区 而去牺牲掉农业 这是很悲哀的事 台湾的粮食知己率只有三成 政府永远不会正式 三成这个问题 你花了那么多钱 然后你牺牲了这么多的农田 然后你每天只能取水十万吨 有那么多的替代方案 你都不要做 你只是要花钱做这个大开发案 这是违反逻辑的 我们是觉得很奇怪 那水律署的专家 我们纳税给水律署的专家 那他们设计出来的 竟然是在危害我们自己这边升级 政府为了解决南部缺水问题 早在西元2001年 有条件通过高平大湖环境影响评估 可是一直以来 因为争议过大 预算年年被立法院删除 巴巴水灾之后 经济部水利署利用 增文南化乌山头水库 治理及稳定南部地区供水特别条例的 稳定南部地区供水计划 重提160亿预算 让高平大湖败布复活 等一下一点半在环保署有一个 高平大湖的审查会 那因为这个高平大湖的这个开发案 会严重的抽取我们 离港跟其山地区的地下水 会影响我们当地居民的农作 跟生活的用水 2012年10月30日 高平大湖开发案在环保署 进行环境现况差异分析报告审查 场外聚集了上百位抗议农民 场内则进行热烈的讨论 今天我们这些农民 我们这些政务家的 就是大家 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反对 你从这些东西开发 过来到这些围绕了 让这个附近都没有人生存 还在种到这些这些很好 这些平静这些很好 没人可以来瓦销 我们会跟农党署来做合作 来协调 来让农民取得碧脸的这个土地 那这个部分的损失 那未来我们计划实施的话 可能要是要提出必要的这个补偿 这个是需要去做关怀的 毛豆农民之所以这么坚持 是因为新建高平大湖 必须大面积开挖 高雄屏东交界的台塘土地 届时农地都变成蓄水湖区 毛豆产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眼前这片广大的毛豆田 便立的地下水灌溉系统 位于完整方正的台塘土地上 不过明年还能不能看到绿意 听到水声就很难说了 因为这里就是高平大湖开发案的预定地 就2002年开始来这毕业 种植毛豆 来的时候台塘的土地就是比较平静 然后有一些需要重新规划 就慢慢规划 然后整个灌溉设施跟排水系统 还有整个土壤的改善 那也花了六七年的时间 才整个比较上手 在这片高雄与屏东交界的土地上 陈荣华和赵柏各拥有250公顷 和210公顷的毛豆田 像他们这样的毛豆农民 总耕种面积高达2655公顷 西元2007年为了提升台湾毛豆竞争力 行政院农委会还协助这群农民 成立毛豆外销生产专区 我们就开始台湾很放心 就要经营 开始都到处非常大 还买很多的机会 都用机会法就要经营 现在就开始就有进了 其实整体来讲 土地的话是我们去适应它 汽油也是我们去适应它 我们只是说在这片土地上 种的时间久了 然后抓得到这个环境 然后了解这边的土壤 这边的气候 带我们在最适当的时机出手 下去播种 我们整在这里 土地看 农民地 我们去经营的是大片 农的成本 再来就是说这鱼仔石 你看鱼仔石五、六点的时候 那个木屋都很大 木屋当时 土地就要清水 清水它在冬头就会冬 再来就是说 这个水源也好 它消水也好 你把它淹下去 你今天淹下去 明天在看 整个水已经都清掉了 这就是最优秀 就是这个土地 环境地理就是好在这里 宽阔的农地平整方正 利于机械化耕作 秋冬沉雾露水 可增加毛豆甜度与口感 地下水充沛 土壤排水性家 也能满足毛豆既需要水 又不能久近的生长特性 很棒的啊 那这多久啊 这今天六十六天 六十七 那这个就是要外销到日本 日本的对 这个都是 你看都品质很好 你看 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外销优势 就是完整的毛豆产业生产加工链 一到收获时节 刚从田里采收的毛豆 在短短两小时之内 可以顺利进入加工厂 完成急速冷冻加工 在我们这里起到原料三堆 差不多十五分到二十分 也就是经过 我们的原料土处理 我们的原料土处理 我们的原料土处理清洗 清洗和进去 IQ 然后冷冻 就要进去冷冻 你经过走过 就要有冷冻的水 就要进去冷冻起来 不然大家有信心感 在楼子才没走 才会好吃 带泥的豆匣经过清洗 蒸煮和急速冷冻 一一变成情侣外皮 或脱壳的冷冻毛豆 成为台湾农业的立功小兵 以去年为例 在竞争激烈的日本市场上 单单毛豆就为台湾赚进 6,314万美元 将近台币19亿 这个成绩 直接证明良田的价值 成就农民的自信 可是面积697公顷的高品大湖 却会占用到 毛豆外销生产专区 四分之一的土地 因为你如果没地 就没可能有这么好的东西 要准备外国人嘛 你有这么好的东西 说外国人吃 也是要有土地啊 没土地来说就没可能了 实际他 他要找一个大地主石天龙 有时候他地都没做会 实际他要经营 很快经营 不可以穿这 再来 你那个江青的 要加工的记忆 会更好 这个顶头可能会 一些我会找到去 就算有这些土地 你有没有在十年的时间 那这个十年 会不会被其他国家所取代 这我们都没有办法肯定的事 不是说你换土地给我们 我们就有办法去 营造这样的环境出来 失去了土地 毛豆产业还有没有竞争力 谁也不敢打包票 但可以确定的是 农民必须从头再来 加工厂签厂势在必行 工人即将失业 而依靠毛豆产业的当地农村 也将面临生活无以为继的危机 郭顺隆的阿公是从台南西港 到高雄骑山开墾荒地的电农 他们家在这片台塘土地上 已经开枝散叶到第五代了 一百多年来 他们都一直住在 旧民农场寮的台塘地上 现在这里的地名 是骑山区广福利新集街 因为今天是我们康虎签帅 今天它是他的生日 所以我们所有家族的人 还有旁边朋友都会来跟他参拜 康虎千岁是从台南七谷请来的神明 当年许多台南人出来乍到 也会把祖居地的信仰 一起带来高雄 时间已久到现在 康虎千岁也跟着农民的脚步 一起定居下来了 我们阿公他在七谷 乎签得来 那为什么要签得来这 因为我们就是圣公鱼姬来这边定居 我们阿公他们的鱼姬来这边定居 因为那种这些地 我还记得我们阿公 他们跟他们说是两百多点 可是政府回缩走了以后 刚才都很忙碌 还有我们还要台塘土地 我们这些是以前的煎金椒 它台塘的是都煎鑑椒 我也是有听到 说可能我连公府的时候 我们那个村庄会挖到 二十几户 小孩子外面又不好 跑回来这里 做那个工作 有一些那个生活会的话 你这个把它弄掉 变成没有了 其实这个事情 他们上面都没有在注重这个事情 参与各民族 参与各民族 保荣天定水 保荣天定水 参与各民族 保荣天定水 平东县离港乡 迷利村的居民们 一听说南区水资源局的局长 赖建信要来 都放下工作 跑到圣河宫集合 可是后来 局长却让大家失望了 而原本民众与官员的见面会 变成民众抗议的场合 当时我们在场我们提出说 好像都没有到我们当地民族这边来做一个大型的说明会 尤其这几年 当然如果说94年之前 他有来过一次 但整个因为八八风灾改变这么大 所以整个那个环境变现很大 那之后他都没有来到这边来做一个说明 因为毕竟我们民族村是最接近的人工湖了 我们最近那个民宅到的人工湖只有50公尺而已 高平大湖分为A B C D E等五区 各坐落在高雄岐山 美农 以及屏东离港等区域内 全区湖深平均12公尺 满水面积590公顷 总容量6500万吨 预计每天可供水34万吨 目前规划的第一期开挖目标 是位于离港乡的一区 水源引致甲仙艳雨水 其余四区的水源 则由未来老农溪的高美艳提供 不过这美好的愿景 却让住在一区旁的迷离村居民 个个忧心忡忡 旗山铐嘛 我们家后就是还有10河 然后还有旗山铐和铁蜂 那么一条铐身 如果刚刚在做洋台就让水都会重担 重担时有做的水闸门把它扎开 那扎开了 因为我们送以后的水流下来 现在水流不近 我们这个水位的升高 水都会淹在我们产生里去 迷离村是高坪大湖预定地上 地势最低的区域 平日只要下大雨 旗山溪堤防上的制水闸门就会关闭 雨水有进没有出 这也让迷离村一直苦于淹水问题 村民认为高坪大湖的一区新建后 将近200公顷的硬体设施 会让农地失去制洪功能 迷离村的淹水噩梦 将一年比一年更加严重 我们上游平时下落山北河 做大水流下来的水 那边是天空 流下来的水水什么水 这就是它的积水地 这三百亿三角 这水要走进下去 第一最大影响就是氛乱 他们把这边的 这人人工府一属体 对不对 我们这边自然的排水系统 排水的情况就影响到这边 水没有地方排 那就是往我们乡村这边 这边的话就彼此就患难了 弥地村共有150户人家 人口数600多人 是个典型的南方农村 居民除了务农之外 也有许多从事养殖业的农民 跟一般农民比起来 这里的人特别辛苦 夏天时候担心淹水 到了冬天又烦恼缺水 十几天城门这边有四滩口井 抽水到高雄地区 自然水用 那时候的时候 我们就地下水行下陷 那冬季的时候 干旱的时候就抽不到水 要重新再找井 人工府如果他找井 抽水的话 我们这边水行再下陷的话 我们一样就没有水可以抽 就是像这样子 要重新找井 住在米利村北方两三公里的 奇山区居民 对自来水公司深水井 造成的环境影响 感受更是强烈 因为深水井就坐落在他们的村子里 全台湾大概就只有我们这一个里 一个里有打了十三口大井 然后供应给大高雄地区 钢山地区的用水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的水位就差很多了 大井出现前 地面下七八公尺就能抽到水 可是开凿大井后 往往挖到五六十公尺 都还看不到水的踪影 古德福家里使用的地下水 也是一凿再凿 凿了四口井才找到水源 目前这些地下水都是 附近的農民或者漁民 或者是家庭用水的一个很重要的水源 所以对整个美农离港 还有其他地区的影响 产业或生活面的影响 势必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每年11月正式采收二期毛豆的季节 收割机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忙碌的在田里工作 白露丝在天空缓缓翱翔 等收割机一过 马上降落找虫吃 住在毛豆田附近的居民也不得闲 每每蹲在已经采收好的毛豆田上 睁大着眼睛仔细搜寻 被收割机遗忘的毛豆 这土地是鸟儿的家 农民的希望 长出来的是政府引以为傲的滤金产业 那我们觉得说 的确在这个议题上 如果能够唤起社会重视这个土地的价值 因为这个土地不只是可以种毛豆 也可以提供我们后代子孙各种农耕的用途 也可以种稻 也可以种各式各样的作物 重点是它土地的价值 那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滤金这个话题 让人民知道说这个土地是有价值 海棠土地旁有一座小桥叫做户农桥 说的正是这片土地存在的意义 十几年来 一次次农民的抗议 想要保住的除了土地 还有老天爷降下的甘霖 和储存在地下的水源 而那是农民生计 人们生活的依靠 高平大湖一旦开挖 土石运走了 水源消失了 这场开发案 会不会让你我也跟着水土不服呢